开群以来应该算第一个政治讲座 那今天呢由我们邀请到我们 针灸梦工厂首席研究员郭松黄老师 来今天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演讲 那郭老师呢大家都熟悉 山东人 山东发现出了很多奇才 特别是我们在英国 有很多是山东人 山东人 山东中医科大学毕业的老师 那今天呢老师题目呢会非常精神 大家呢要注意收听 因为我们会有三个提问 第三个提问呢是由郭老师呢来进行提问 那这个呢题目呢是精录精脉精水精金 那大家很多人都都读过黄帝内经 都在去读精落精脉精水精金 那大家会再去想那什么叫精 什么叫精脉 什么叫精水 什么叫精金 他们是在说什么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他和我们现在比如说的多气多血 气在哪里边 血在哪里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子 所以大家呢抱着一个有一个提着问题 这么一个心态呢去听这个课 可能会听起来更进行有味 那好那我们呢把话从来交给我们的郭松邦老师 郭老师有请 好好好 现在能听见我的声音 有点小 有点小 现在呢 现在还是有点小 我听了有点小 因为我现在放的是全屏 声音非常好 我听得非常清晰 听得可以是吗 好 我开始了 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同行 各位朋友 各位老师 今天呢 我有幸会邀请第三次来讲 这个经络经脉经水和经金 这个问题 它涉及到我们中医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个难题 就是经络 我这个题目当中啊 在第二行打的是人体连接和传输性 这个名字呢 是一个伤透性的 就是大家愿意用经络好啊 还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名字来表述它比较好啊 你以后再定 我还是冲向于经络 中于传统 中于经典 它这个英文名字 我也给它取好了 叫比较 Internet of TCN 我们开讲之前啊 我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前沿部分 前沿部分非常重要 它涉及到一些方法 我们的思路 理解这个问题 和解开这团谜谈的一些思路问题 也叫方法学 这个方法学 不是像哲学那一种方法学 我们这个方法学 是一些非常具体的方法 这些 这个前沿当中 要讲的这些问题啊 涉及到我们的思路 如何来理解这个东西 只有把 在前沿当中 在这个所重视之前 把这些问题 来表述清楚 然后我们就可以 减少一些中论 减少一些中议 不至于抄来抄去的 这个理解不了 那个理解不了 我所动 你所息 他所 他所 他所谓的 好吧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 在历史的角度 从历史当中 发现 这个中议学 发展的规矩 这里边 有这个重点 大家看到了这个图 我做了一个图 就是中议学 发展 简史的示意图 他中议学呢 中议学 在夏商周 商朝之前 是一个经验 积累的一个阶段 包括他的技术 就是疗佑技术 经济是一个 经验的积累 到了商代 开始解剖人体 我们的中议学 才能够称为医学 从商朝到周朝结束 大约一千年的时间 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里边 中议学就重行了 所以说 重行有些事情 那边有长康军 长康军 边缺 渔夫 渔夫 转门和手术的 那么到了 这个春节战果时期 就出现了 齐国雷公 黄帝内英就出现了 黄帝内英是出现的 是在哪个地方干的呢 这个活 黄帝内英 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 是在中国的七山县 七山 现在大家到北都上去看一看 在七山 七山县的一个官方的网站 我们会发现 他们因为七山就是黄帝内英的法源地 这是先秦时期 但是 在秦朝的末年 汉代的初期 秦朝 秦始皇分书空书 是一场大的灾难 再一个到了 这个项羽 进于秦城 烧杀 抢夺 把汉 把这个秦宫全烧了 这是一次大的灾难 完蛋了 基本上先秦医学 就出于一种 一直毁坏了很多东西 那么到了汉代 就进行了 中医学开始进行了 这时候出现了 工从杨庆这一支 纯于义这一支 是七汉早期 在一个汉朝的中期来 是配工从高国域这一支 发展出真经 真经就是我们的灵书 好了 下面到了 登汉末年 十一次大的 中医学发展的高潮 这个时候 以滑驼外科手术 再一个就出现了 张忠景 药物学 那么 在这个东汉末年来 人体解剖学就停止了 外科手术也停止了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大讯息 这是我们的一大讯息 我们现在把外科手术 看到是西医的 不对 这种说法是不对 是我们曾经丢失过了 丢失了的东西 丢失了 那么现在就送下 到这个汉代之后的 1800年来 送下了什么 送下了中药内脂肪 和精疲外脂肪 精疲外脂肪 说明精疲外脂肪 就是以九支外代表的 外治疗法 包括整股 徒手整股 按摩 推脑 整股 正股 这些 再一个就是康复 这些都是为外治疗法 外治疗法目前 处于一种劣势地位 现在基本上 谈起中医学来 就是开中药 以中药的理论 作为中医学的全部 这是错误的 我们同经有外科手术 我们同 我们有精疲外脂肪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丢失了什么 我们剩下了什么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中药 中药疗法 中药内脂肪 这个所依据的这套理论 基本上就是魂不浮起 你找不到它什么东西 它落地不了 它无法落地 你落在哪了 我们 在各大群岛中 很少有人喜欢 谈人体结构 非常有谈人体结构 所以说 西十一学进入中国之后 现在目前基本上就是 西风压倒了东风 我说 我说的不好听 我也不忙碌地落过 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中药疗法 或者针究疗法 针究外资法这一块 小人当刚刚开始 开始了没几年 以前就是个小好字 这不是中药疗法的全部 那么再一个 第二个 我们有时候看待黄帝内经这个问题 班固在汉塑 汉塑这个方剧略里边 大家都知道 一共有四大类类数 一共准备了五十八倍八十卷 也就是说 在汉代中期之前 中医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并且临床医学 临床疗法 外科 精疲外资法 中药疗法 这个蓝图 已经画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中药疗法 和小好字疗法 刚刚发展起来 微创疗法 那么黄帝内经是一本什么说 黄帝内经的苦难事 大家都知道 从王兵的气候当中 我们要看到 黄帝内经里边有一些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其中有一句话 他说 经络这一篇没有了 它的内容没有了 名字还有 但是内容没有了 那么现在经络这一篇当中 经络片当中 这个内容啊 是从皮部搬过来的 搬过来一段 从皮部搬过来一段 放到经络里边 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后面我还要讲 那么第二 第三个问题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如何区分事实现象和理论模型 所谓的理论 所谓的事实现象 事实和现象 就是在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 你能看得见 这东西可感知 可以测量 可以被利用 但是又如何描述它来 是通过他们的形态 解雇功能 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 实体的连接 和功能的关系 在实体我们叫连接 在功能我们叫关系 那么什么叫神 就是说我们还没发现 它的实体连接的时候 但是我们发现了功能关系 这个功能关系就是神 你找不到它的实体结构 但是它又存在 存在这个现象 那么它就是神 寻子有一句话 就是知见其室不见其 知见其宫不见其室 为了神 就是说你看到了 一个现象 看到了一个现象 但是找不着那个东西 这就是神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再一个理论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 也就是工程理论 是这工程学家 他不是科学家 是工程学家 上面说的 发现新的事实 新的现象 是科学家的事 是中国科学院干的活 那么下轮这个理论模型 是中国工程院 工程学院干的事 他是工程学家 凭借了自己的灵感和智慧 在已经发现的事实 和现象的基础上 采用语言描述 或者采用图表描述 或者采用图或表形式 或者采用数字的方式 人为的构化出来的 自洽式的工程体系 我打了一个比例 打了一个比例 上面看这个图 上面最上面这个图 是电的云 一个原子 作为是电的云的状态 从文物过来 下面第二张呢 是人为画出来的一个模型 人为画出来的一个模型 第三张图就是想对论 爱因斯坦的想对论 是一种模型 它是一种理论 它是一种理论 是一种模型 也就是说 在科学界 在科学界 是允许理论和模型存在的 那么我们中医理论 中医模型 就不是科学了吗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好了 下面有三点 高级别的理论模型 高级别的 高级的理论模型 应该具有简洁 非常简单 大到之间 仿真 它特别的逼真 第二 要有实用的特征 那么第二句话呢 就是高级别的理论模型 能够解释过去 发生的事情 能够知道 现在我们干活 还可以有此未来 具有前展性 第三呢 就是 第三 第三句话就是 没有全面的 足够的基础知识 无法构建出 高级别的理论模型 大家要注意 我就是带着 这个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去读黄帝内经 采访一下问题的 这是 这是谁 这是潘维新博士 告诉我的 这一种方法 他说 你用这种方法 来解读黄帝内经 就清楚了 所以说 我非常感谢 潘维新博士 第三个问题 我们谈人体的解构和功能 大家学过 解剖学 生理学 分子生物学 这一些 新衣的这一套 他那个分科特别细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 我下边这种图 他人体无非是有粒子 原子的分子 细胞 组织器官 系统人 也到人体 到人体 他这个系统划分 吸引那边划分 都是人为的划分的 他划分了 九大系统 十二大系统 什么 直到现在也统一不起意见了 我们不要因为 吸引那个系统划分 是真理 他那些都是人为划出来的 我们完全可以另外划分系统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划分系统呢 中医为什么不可以划分系统 经典中医学 划分了系统 划分了人体系统 怎么就不对了呢 同样是正确的 站在不同的角度 再一个就是依据 不同的证据 来划分系统 那么中医学呢 那么就是说 它们皮脉筋骨肉系统 就是肢体取杆系统 脏腹系统 再一个就是人体连接系统 这个我们这个四肢和取杆 有脏腹这两大板块 它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它的连接在一起 我们盖着房子 首先要铺设水道 电线电缆 一个排污水的 这一些管道系统都要铺设好 才能这个房子才能用 对不对 那么人体连接系统就相当于 房子里面的这一些电缆 水道之类的东西 好了 人体结构大约 这个概念要建立 再一个就是生理学 西医的生理学是怎么回事 它就是用微观物质来解释 空观结构的功能 它就叫生理学 它是大家注意这个 全部的生理学 生理学 它实际上是用微观物质来解释 解剖学结构的功能 在进一步解释解剖学的功能 它就是生理学 它就是这样浪漫 所以说微观物质 人体的构成 有宏观的 我们能看得见的 通过解剖学能解剖出来的 看得见 第二你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的微观物质 用微观物质来描述人体的功能 那么刚才也说了 群子说了一句话 就是不见其事 只见其功为着神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某现象 找不着它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就用于产生神 神了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要讨论 我们讨论结构 必然要讨论功能 讨讨论功能 也必然要讨论结构 它是不可分立的 那么第五个问题 我总有点时间 第五个问题 就是群罗的汉的含义 大家这个汉字 我搜集了一下 所谓以前古典的汉代之前的 他们的这个造字 造字的时候的意思 这个经就是仿制品 仿制品的那个镜像的那一根丝 镜像的那一根丝 正像的那一根丝 它是个主干 它是做名词应 那么做动词应 它还可以做动词应 就是说具有法技度 懂得意思 我经 现在的 现在有原因 用经管 控制 通下 调控 支配 支配 这样 这都是它的同义词 再一个就是形容词 它用形容词 那么它就是净状的东西 净状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落 这个落在索文解词当中 它说是虚 就是像那个棉虚 那里边残绕着 那个残结 那个意思 那么这个索文解词 就是说 经人到联络边 有联络的意思 这个落 相当于就是跟网一样 网跟虚还不一样 这个网是有规则的 你像那个游网 普游的那个游网 是非常规则的 大家一看 非常规则 那么这个序列就不规则 所以说 从这里一看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个古代医学家 当时在选择 中文字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慎重 他要用这个字 来描述出 那个东西的形态 结构 是个什么样子 第二 落可以做动词 当联络 网络 笼络 残结 他用那个某次 描 某次 某次那一篇 或者那种某次篇 那个某啊 那个某的意思差不多 那个某也是残结的意思 也是残结的意思 再一个做行动词 是落状的东西 范是 落状的东西 那个形态 像落的 像网 像虚一样的 都叫落 那么大家都看到 经和落 这个什么意思了 那么什么叫经和 为何要叫经落呢 我们把这两个次 走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结构 我做了一个图 是经落的示意图 这一部分是落 中间这一个是经 好了 现在出来了 内树脏腹 就是说经 他要内树脏腹 在里边还有落 通过落 把脏腹连起来 那么像外呢 像这个外联之解 外联之解 也是通过落来连接 之解的 那么在皮部这一块 皮部这一块 是最标浅的 落 皮部谈的是落 大家要注意啊 他那原话是 十二经落脉 皮之部也 就是十二经的落 和落脉 分布的地方 就叫皮部 那么经落 被用于医学 我们就要回答 现在已经出问题来了 哪些人体当中 哪些组织器官 属于经落壮断 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 哪一些结构能够 内树脏腹 外联之底 哪些结构 能够广泛分布 于人体 几乎无处不在 他们传输了是什么 回答完了 回答完了 这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如何建模 就是建一个模型 因为太复杂了 这个网络这个东西 太复杂了 人体当中的 这些网络太复杂了 复杂到什么程度 复杂到我们不能 使用它 对不对 必须建成一个模型 来简化它 我们才能够用 才有具有实用价值 才能够用 才能够使用它 好了 现在第六个问题 我们就谈一下 小猴子刺激疗法的 基本原理 我抓紧时间 我们做针灸 大家要注意 这一段 很让人开窍 第一 特点的结构 我们这个针 一落在皮肤上开始 我们就要 应该回答 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摸到了什么 针在那儿 找到了什么 这些知识 都是来自于 人体结构的 解剖学试验 你看不到气的 我们都看不到气的 有些人说 能看到气 那是宁愿一种说法 有些人眼睛好 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看食物 看到了什么 摸到了什么 针在那儿 找到了什么 这都是解剖结构 人体的结构 那么下面还叫 谈功能 就是你找 我们找正常人 首先谈 找正常人 找正常人 那么这个 正常人的人体 会发生什么呢 他会发生 精神上的变化 精神心理的变化 全体脏腹的结构 和功能的变化 这个对吧 我们要找正常人 他也会发生 这样的变化 这一块 就叫松利功能 因为我们 找的是正常人 所以叫松利功能 如果不谈结构 只谈功能的时候 他就叫神器 我们就因为很神 他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现象呢 我不知道 他就叫神器 神了 第二 那么如果我们 真是一个患者 当这个针扎一个病人的时候 患病的人体的时候 病人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也会发生精神变化 躯体变化 脏腹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 我们就叫 这个时候还能治病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 这个次点有什么功效 能够组织什么病 经典论说 我们常说的就是得气了 气质了 气质而有效 这就是从正常人 找正常人 找病人 第二 第三个问题来 就是 人体的解剖解构 人体发生和建造规律 人体发生 人体发生是什么意思 是人体胚胎发生 和人体的建造的这个规律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理功能 病理变化和致病的功效 至少要有这六方面的证据 才能够确定经络和熟悉 才能够建构出来 建构出来 经络的理论模型 至少要具备这六方面的知识 第一 解剖解构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胚胎的发生 经典论和 孩子出来了 很神 但是我们要 古代医学家都知道 古代医学家都知道 再一个就是 什么叫建造规律 就是说站在 没有定论的 普通规律 一天一般会晚一点 再一个就是 我们要站在上帝的角度上 看人体 他是怎么建造人体的 这叫人体规律 这又作为另一个课题 还要必须伸下去来扩展 扩展开来讲 这个问题 再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力跟农民 和治病 那么在临床上 我经常在群里跟他们也讲 我们治病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人体实验 锁到家就是一个人体实验 再锁的不客气的锁 我们给病人治病 就是一次动物实验 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 能这样想的话 我们就是天天在做实验 对不对 再一个就涉及到 如何制作工具了 就是说 还是依据这些东西 制作工具 如果古代医学家 做出了酒汁 再一个就是如何逃作 那有了工具的逃作 这叫手法 针对不同的刺激物 你找皮肤皮脉筋骨肉 里边还有别的悦感东西 不同的刺激物 通过不同的刺激方式和刺激量 你的方式 你要顺着矜掌 还是逆着矜掌 还是向红着矢 矢的方向 这是一种刺激方式 再一个刺激量 你要刺激了多大量 刺激多长时间 以后的最佳疗效 这里面就是 例如 我举一个例子 同一个血纹 同一个层次 手法不同 疗效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一个 小豪人自己疗法的基本原理 好了 我们今天有第二部分 经浪科学 我对科学与不科学 这些词汇 他们的中路 以外我不愿意参入 所以说命名 就是中路科学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科学 就是中路科学 也就是人体联系系统 大家欣赏一下这一幅图 欣赏一下这一幅图 人体构造 在这一部分 我们要谈了 这个是一个 这是今天谈的一个 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 前面是解决了一些思路问题 自闭方法的问题 能够引起中论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就要讲这个事了 要讲经络了 根据依据了经典的中议学 经络内属脏和外脸之解 这八个字的论断 针灸疗法的基本原理 上面谈了针灸疗法的基本原理 以现代医学 有关人体结构和功能的事实 我们归纳出经络的基本形态 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 并对经络进行了定义 那么谈第一个问题 经络的基本形态 结构功能和批评关系 它们之间是相互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次 它们是一组管道性的 或者线维性的 经络状的实体组织 收线有定性 管道样 它是一种管道 或者是线维性的 线维性的 它那个外部形态呢 是经络状的 实体组织 第二条呢 就是它们广泛分布于 全身组织器官中 无处不在 为什么中医有整体观 自己落到实处 把中医的这个整体观 落到落地的说法 就是经络 就是经络 是经络 把全身的 都的经管 连络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 有中体观 这不是一个 哲学概念 这是一个科学论断 这是个科学论断 那么第三个呢 这是谈 第一条第二条 第三条呢 那么经络 它是什么 它们必须相互 欧联的 相互构成 就是你能有我 我能有你 你组成了我 我又组成了你 这这么一种关系 虽然能够分 但是又必须和 分是人为的去分 和是 事实上它们在人体当中 是合在一起的 第四条 它们就有连接 全身组织器官 并传输生命物质的功能 就这四条 这四条 符合这四条 就是经络 不符合这四条 就不是经络 所以说我们 定了一个经络的 判定标准 为什么要定一个判定标准呢 就是我们看看 中医里边 上面说的这四条 我们经在中医学 经经络就是这样定的 符合这四条 这四个条件 就叫经络 那么我们再看看西医学里边 看看西医 哪一些结构 西医解剖学 现在说西医解剖学 西医解剖学也是中医解剖学 是我们丢了 我们丢了解剖学 所以说 现在的解剖学 它还是属于中医学的 还是属于中医学 也就是说 在这个解剖学里边 我们按照这四条标准 看看哪一些结构 看看哪一些结构 符合呢 肉不符合 我们全 它不会是分布在 全身组织器官当中的 它也不是几乎无处不在的 骨骼也不行 骨骼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 有一些组织器官都被排除了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 你回答这个问题 就按照这四条标准 剩下的是什么 好了 我们就找 依据判定标准 我们就找 求同存疑 第一求同 一定要求同 找到它的共性 就是在两种医学当中 有关净落的 有关净落的 这个实体结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肉眼 肉眼看见的那些东西 是一样的 古人 我们现在西方的 西方人能看到学馆 我们古代音学家 看不到吗 对不对 西方西方人定了个名字 叫Nerv 神经 我们翻译成神经 就那么个粗大的东西 做过神经 跟我们的小指一样 说 同志们 做过神经 做过神经的粗 跟小指一样 说 古代人解剖的时候 他能看不到吗 对不对 这是说 汉代之前 在明代曾经有一个医学家 通过解剖 发现了 脊髓的这个厕所结构 这个 脊神经的结构 曾经发现过 但是他的发现 被淹没了 没有人再提起他了 我们丧失了一次结构 再一个就是存疑 那么存疑是存在哪些差异 刚才说了 理论模型和事实现象之间存在的差异 它这个距离太大了 我们的经络 这一套模型 跟这个解剖学 那个 这个实物 差别很大 第二 就是图谱之间的差别 神经系统的那个图谱啊 跟我们经络系统 神经系统的这些图谱 那个那个 现代医学 解剖学的图谱 跟我们经络系统 这个图谱 看就是不一样 差别 再一个就是 这些东西 这这这 这结构 传输的生命物质 不一样 它的名字不一样 嗯 它的名字不一样 我下面列了一个表 那么在中医呢 叫经络 经脉 经水 经经 它的实体名呢 实际上在内经当中 也锁了一部分 就是说经络的实体 还是经络 在经脉的实体啊 它那个解剖结构啊 是血脉 经水呢 是水道 水流行的通道 那么经经呢 就是经和经末 而这都是很明确的 这都是很明确的 那么中医学 传输的传输物当中 它说什么 经络是传输神器的 大家要注意啊 它传输的是神器 后面我还要讲 后面在阴阳历和 阴阳历和论当中 你所得很明白 它是传输神器 威器和经器的 经络是传输神器 威器和经器 经脉来 经脉它传输 经脉来 这个血脉 血跟脉是两种结构 血跟脉是两种结构 阴气 阴在脉中 脉中 它是在 在那个血脉 脉瓜壁上的 它看血液不是一回事 那么它传输的 经脉传输的是 阴气和血液 那么经水来 很明显了 经水传输的就是水液 你可以军液也罢 怎么知道也罢 它是传输的水液 水 那么经经来 传输的是力气 这又是一个新的概念 在索文解字当中 明确说了 什么叫经 它说经则 肉之力也 说不定这个经啊 就是肉的那个力量 这叫经 这非常难以理解 在微信群里边 我也跟他们讨论这个事情 有些人说 他的肌肉是产生动力的 筋不产生动力 对不对 就是说 肉虽然是产生动力 它产生动力 但是靠筋来传输 打个比喻 就是当我们睡 睡着了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 不仅我们的肌肉 也不收缩 是也不舒张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体结构 怎么能还维持住呢 还能够维持住 一个维持住呢 是靠筋来维持的 是靠筋来维持的 当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四肢的肌肉 既不收缩 也不舒张 这就是它不产生动力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 还有维持了一定的葬礼 是谁在维持的葬礼呢 是筋 中国古代医学家 看中的是筋 并且筋无处不在 筋和筋膜无处不在 现在说叫卡拉根 就是说胶原线维 胶原线维是无处不在的 它都连接着每一个细胞 胶原线维连接着每一个细胞 它传输的是力 以及力产生的信息 这都有定论的 现代医学都有定论 它这个定论 我们古人都知道 所以说把筋 命名为静筋 那么在西医学当中 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叫Nerv 它叫神经 翻译过来名字叫神经 那么Blood Vessel 叫血管 它叫肩脂通道和淋巴 再一个就是connective 就是线位 解体组织 筋膜 神经传输是电 血管传输的是水 肩脂通道和淋巴 传输的是组织液和淋巴液 也属于水 那么这个解体组织和筋膜 传输的是力 非常小 非常意思了 它们的区别在说 就是在这个经典中医学当中 黄帝内经当中 它没有转门的来解剖 来谈解剖结构 没有哪一部书 没有像现代的 很单独的列出一门课程 来教解剖学 它没有 大概当年 黄帝内经作为一门教科书 教学生的时候 当时教学生的时候 肯定是首先要介绍人体解构的 当然因为 这一点就是说 这个学生都作为技术知识了 内经是个临床 临床医学是个全科的 现在我就教了你怎么治病 内经是教了我们怎么治病 并没有单独的列出一门课程 叫解剖学 实际上是通用的知识 都有 那么在西医人 只有解剖实体解剖 它没有理论 它缺的东西很多 在第三一句标准 我们重新定义静落 这个一句判定标准 重新定义静落 它广义的静落 首先要广义的静落 我想了很长时间 想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东西想出来 它是指 人体内广泛存在的四种 能够内属脏腹 外联肢结 并传出生命物质的静落状的实体组织 就这么一句话 它在黄帝内营 黄帝内营对这四种结构给明明 它这个非常公众 黄帝内营对这四种结构 它用非常公众的方式 并且 我打扰一下大家 请把你的麦克风关闭 把你的麦克风关闭 黄帝内营对这四种结构 非常公众 并且 转门设立了四个专篇进行讨论 它叫经罗篇 经脉篇 经水篇 和经济篇 经别是个什么意思 经别是说是 三阳经或者三阴经 之间的一个交通知 它属于 它属于另一个概念 它不能够跟这四个概念 想提并论 它就是说 阳经和阴经 立开阳经和阴经 实际上相当于 现在说的一个交通知 比较大的交通知 叫经别 所以说它不能够 跟经络 经脉 经水 经经 想提并论 这是广义的 广义的概念 定义 这个它狭义的经络 这是什么 是转门指的 这四种结构当中的 其中的一种 具有连接功能 阴阳双向调控功能 并且传输 微气和精气的功能 它是要在哪儿论述的呢 主要在阴阳内核论 阴阳别论 经络 经脉 经别 和微气 这些篇章的论述 当然也算建议 也在其他的篇章当中 看到 看到他们 那么为了方便交流呢 我们转一层 划着一个经络性的转一层 另一种语言 我们称之为 人体连接和传输 连接和传输 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 中意的经络 这个概念 这个名字 在商量 在商量 如果大家不喜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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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应 我还是倾向于经络 那么现在 下面就欣赏几乎图了 通过这些图 这是大家的 常基础知识了 那么 这个 多边这个图呢 最多边的是 深经与淋巴之间的 斗争的关系 这一张图呢 是深经与血管 分布图 如果把这两张图 合在一起 那么就从了 就从了深经 淋巴管 血管 大家一看 复杂 复杂 非常复杂 如果以这个图 西医解剖学的这个图 来做针究的话 我们没法做 我们不知道 杂图 他们 他也 他 西医学 他也没告诉我们 哪里有血管 对不对 好了 下面有个中医的这个 进入图 中医的这个进入图 他有线 跟他不一样 跟西医这个味不一样 而且他标记的点 血管 你找这 找那 这 这 才适合我们中医 针究 否则的话 按照西医的解剖图 我们没法做针究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咋哪 所以说 古代医学家 沙肺枯心的 为我们 制作了 这个一个 经络图 好了 大家再看 这是 这个 神经与血管的关系 神经 神经与 动静脉 与淋巴之间的关系 组织间液 组织通道 的关系 这个 三维一体的这个 动脉 静脉 或者淋巴管 这个神经对血管的支配 第三个呢 就是 筋 最后这一张 右下角的这一张 就是筋 你看这个筋的结构 筋的结构 里边还有神经 还有血管 还有淋巴 再做一个图 这第一张图 它叫神经流速 就跟我们头 这个前额 这个流速一样 哇 现在 现在科技 有个表扬的 就是这样 你看得太细了 这个 搞得 搞得很细 他们看到了 那个神经线维 就是这样 在一个右边这张图 现在叫 Connectomy 大脑的 连接 数学 这是最前沿的 它用了一个工农 FMR 就是工农通正 从向 从向这个 大脑的这个连接 神经线维 并且制作出图 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 在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中医的那个 孙洛 洛媒 或者孙洛媒 它这个棉细状的 网 和棉细状的结构 这 右下角 是一张 筋膜 就是胶原纤维的 一张图 这些都是基础词 好了 第三部分 我看时间 第三部分 我加快速度了 第三部分就是 在黄帝内就有哪一些证据 一关十二经的证据 在这个经络 经脉 经水 经经 经水好分 大家很容易理解 经经也很容易理解 现在处问题 处在经络和经脉 经络和经脉 这两个概念 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 有一个证据链 我一经 还有很多证据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 十五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 就是营阳利和论 营阳利和论 与阴阳六九的定位模型 它这个定位模型是什么 它来自于天体 它依照了天体而定位 下面这个图 你看 少阴京 少阳京 大家有空看一下 它 阴阳利和论 介绍的是六经 它这一篇当中 媒体一核 有关血脉的事 这是一个最强的证据 它这是来讨论六经的 经脉 跟熊脉 是不是一回事 就在这儿区别开 阴阳利和论 我又制作了一个比较大的图 营阳利和论 红短门 动向门 惯状门 这三个门 始终门 这个关系 然后你 这四肢一展开 就四二英俊出来了 很有意思 它这个阴阳利和论 最后 这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它说 阴阳冲冲 几船一舟 气体行表 二位想重演 这一句话非常关键 生命就来自于我们人体 这个阴阳两重的这个树性 两种树性 阴阳冲冲 就是像《道德经》里边说的 万物复阴而抱扬 冲气一离和 这个时候说阴阳交感作用 阴阳的这个交感作用 产生动力 人体生命就出现了 它谈的就是阴阳 六经 六经的一个主要的树性 就是就有阴阳树性 证据二 就是这个树问的阴阳别论篇 它就确认了阴阳十二经 与十二脉的关系 它这一篇实际上谈的是枕法 谈这个如何 如何这个脉枕的 凭这个枕脏脉 如何 他就说 为什么凭脉能够枕病 它这一篇 但是第一句话 皇帝就问人有四经十二童 何谈 四经十二童 七波就说了 四经用四十 十二童用十二个月 那么十二个月 用十二脉 最后一句话 点出来了 点出来了 用十二脉 四经是指经络 经脉经水经金 童就是童树 四经十二童 是脉贼的原理 这里注意 大家注意一个 就是英十二脉 看到了吗 就是十二经跟十二脉 不是一回事的 在这儿就点得非常明确 中九三 就是灵树的根结片 灵树的根结片 踏着一段 就踏着一段 进一步确认的 就是阴阳力和片 阴阳力和片 它跟阴阳力和片 论述的是一致的 阴阳力和 阴阳力和论这一篇 它实际上是经络 它是说 太阳经给予至阴 解诱命门 命门就是墓业 就是说 从至阴那个血开始 然后寻求到墓 这是一条经络 它谈的就是经络 阴阳力和论就是谈的经络 它是以阻 阻三阳阻三阴 六条经络而论 从阻论而论 还没谈到守 那么中九四 那么就是在 灵树微气篇 这个时候 它就确认了 加上手了 就是确认了 守足阴阳十二经 也是这样 就是在灵树微气篇里边 没谈血脉的事 与血脉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样说 它这本在哪 它标在哪 你看它 都太阳之本是在 根系上五分当中 它也是标在两罗命门 命门目影 还是跟阴阳历核论 论述的是一致的 证据五 就是灵树的 静别篇 在静和篇当中 它用了一个 两个字 和之 来确定 阴阳十二经 有十二脉 精水的关系 它那么说 六律 它是一句之六律 见阴阳书经 和十二个月 十二时 在十二节 他就说 十二经脉 他说 十二经脉 十二经水 就是说 十二经 它要合着精水 最后 他就说 十二经 合着十二经脉 合着 就是说 经络 有经水 经脉 是合着的关系 它在解构上 是合在一起的 在传输部上 也是合在一起的 运行 运行 十二经 运行的是气 十二经水 运行的是 传输的是水 十二经脉 传输的是 血和盈气 这是终局五 那么终局六 在经水片 经水片又用了三个字 这时候 他说 外合于 他这句话 就是说 经脉十二者 外合于 十二经水 刚才说了 十二经 合于经脉 和经水 刚才说 到过去看一下 就是说 经别片里面 他说 就是说 经络 经十二经 合 十二经水 合 十二经脉 他接着在 经水片 他就说了 经脉 有外合 有经水 也就是说 现在就形成一个概念 我们形成一个 在结构上 他是 经络 经水 经脉 它这三个 是个合的关系 那么 那么人体结构的事实 也就是这样 人体结构的事实 也就是这样 深经 血管 在西洋 文汉 这个 在这个 现代解剖学 我还是在说 解剖学 不是 存在西洋的 我们以前有 汉代之前有 只不过是 汉代之后 一千八百年 没有了 现在我们 从解剖学 是西洋的 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 是我们中意的 早就有 就是说 从解构上讲 就是说 经脉 经水 和经络 三者合一 三者合一的 它这三个 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 能 人为的可以分 事实上是不可分的 在人体结构中 是不可分的 我现在说了 这个合 合与 外合与 这三者的关系 我跟丽君说的 很明白 那么证据期 在灵书 本书篇也有论述了 在灵书的本神篇论述了 本神 有道夫 什么叫本神 本神 在我们人体当中 有两种神 一种神是我们的思维 我们自己感觉 我们很聪明 我们可以思维 这一种神 这一种神就是说 维持我们生命的 这一种神 当我们不思维的时候 我们生命 照常在运转 那个是 这一种神叫本神 这种神叫本神 也可以叫 自我 和本我的关系 在一个证据 证据第九呢 就是 在灵书 微奇片 海论片 和洞书片 论述了 七节和七海 在证据时呢 就是在 调经片 调经片 非常值得看 我们现在做 做临床 就非常值得看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重新度 调经片 和血气雄志片 论述了神 气 血 行 智 这五种病的 枕断和资料 它是 它是微观物质 它是微观的 有的 气 血 行 智 大家 在读一下 它在里面 都能分开 我们只要是 能够分开 气和血 就能够分开 经络 和经脉 证据 十一 证据十一 经络 传输的是 微气 经脉 传输的是 营血 微气 和营血 就再次证明了 经络和经脉 是两种 不同的结构 大家都 我们可以读黄的内容 黄的内容 可以给我这么一句话 微气 微 是形容 它是传 在哪儿 在哪儿传输呢 是在落当中 是落当中的 气 叫微 气 实际上 是主干 在里边 主干的时候 成为气 叫经气 也叫经气 这个营来 营起来 是在血管壁上 在脉当中 那么这个血 是在 这个血脉的里面 血管里面的 叫血 微气 营血 就这样理解 我们就够理解了 叶天室创建的 微气 营血 辩证 微重 气重 营血 营气重 或者血重 步步深入 步步加重 这一个 疾病 就是说 这个瘟疫 加重的一个过程 这样就可以理解 了微气 营血 辩证 叶天室是个高手 他能够区别开 微气 营血 之间的差别 他的部分的差别 他也 他能够 他能够理解 这个疾病 疾病 这个变化过程 是经过了 微气 营血 这个三个层次 落在 我们现在 这个中 中药理论当中 根本就落不到 结构上 微气 营血 变成落不到 结构上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落到 结构上 都可以在 结构上 找到依据 他有 具体的 结构的 那么这些 在哪论书的 在微气 片 微气 形 微气 死长 片 越论 越级 再一个就是在 五四营 营气 营为生会片 我下边画两张图 一个是微气 运行的 运行 运行的 这个 循环 微气循环 再一个就是 营气循环 哇 这两张图 非常科幻 非常科幻 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破解 没破解出来 它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在 打针灸的时候 我们说微气 说营气 它微气的运行 是什么规律 微气是运行在 经络中 经等 十二经里边的 营气 是运行在 经脉里边的 终究第十二 就是在黄的内经当中 有一个经络篇 开始我也说了 就是这个经络篇 经络这一篇 空了 王冰 在那个续当中 说了 他说这个 经络篇的内容 没有了 那么他这个内容 到哪去了呢 我们后来 接着我们还要讲 那么现在 这个经络篇的 经络篇的一段 这一段呢 它是从皮部里面 节选过来的 搬过来的 我们读一下 这个黄的内经 经络篇这个内容 它实际上在谈的是 一个皮部的内容 很遗憾 经络篇的内容 没了 被转移了 终究第十三 就是十二经的模型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这个事实现象和理论模型 之间的差别 西汉 在这个西汉的早期啊 模型有两套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马王坠出土的 十一经 他那个时候说十一跳 后来出了十二跳 实际上我们读一读 马王坠里面 那十一 实际上还是十二 但是说明当时是比较 比较困惑 他困惑在什么问题上呢 就是我们钱币的 足关节 足关节 一下钱币 那个正中心经啊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大部分人没有正中心经 正中 正中血管 我说说出了啊 他说 血管 就是中间 这一根血管啊 就是手臂中间血 很多人没有 但是正中心经都有 他也正中动脉 就是正中大部分人 很多人 正中动脉 没有 就是他出生之后退化了 所以说从来十一 但是深经又 深经呢 又是十二 他没退化 他这个构建的模型 那么在汉代的中期呢 到了汉代的中期 他就开始了 就是统一建了一个模型 叫十二经的模型 十二 不变了 不变了 就是十二 第十四个证据 从命名方式上看 十二经的命名方式上看 在黄帝内经当中 一种命名方式叫阴阳 第二种方式是手足加阴阳 他的黄帝内经的标准 应该是什么 就是荡腐 加手足加阴阳 加经 肺 手 太阴 经 就是这个命名 那个经脉 那个经脉是怎么命名的 是 荡腐 手足 银阳 加 之脉 就是说 它是经的脉 既然是经的脉 就是说 这两个概念就要 必须要区分开 什么叫经 什么叫脉 嗯 中期的食物 十二经的食物 有治疗方法 十二经 这个对于经的治疗 治疗方法 经脉的治疗方法 就是说 这次不屑 他说就是 不要除血 不要伤了血脉 尽量避开血管 避开血脉 这些人次不屑 他说 这段话叫调气 这叫调气 真次不屑 调气 调就是阴阳两种气 不屑 就是调阴阳 嗯 这是谈的 经络者一块 在一个十二经脉的 中究链 嗯 刚才也说了 十二经与血脉之间 是合着的关系 合 合的关系 它形成一个 合体的结构 嗯 在现代医学 我们看这个图 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血管 总是 它总是跟神经 走在一起的 我说是总是啊 不完全是 他是总是 并且 有一个自主神经啊 他就是跟着血管走 呃 非常独特 血管走能拿 他都能拿 啊 他跟着他走 嗯 嗯 嗯 这是第一个中觉 就是十二经之脉 经脉的中觉 那么在历史当中啊 经络和经脉是混着的 他走过了一个 很曲折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汉代中期呢 他叫经络和小脉是分的 在汉书一文志当中 班国说了 经络和小脉是分 是不是 是两种不同的结构 那么到了汉代中期就确立了 经络经脉经水经金 汉代中期发生的事 啊 他在中期发生的事 就是叫在班国之后 汉书一文志之后发生的事 嗯 他就是说 经络经脉经水经金 嗯 那么汉代之后呢 汉代之后呢 基本上汉代之后的1800年 基本上经络和经脉是不分的 那么到了近代来 日本人命名 啊 下了个定义 他说经络是经脉和落脉的总成 他一股脑子就是顶在经脉上 所以说导致了 我们找经络找不着 嗯 国家投资那么大 当年尼克森访问中国的时候 问中国科学家 经络是什么东西 没有能回答上来的 就是不知道经络是什么 周总理下了决心 一定要找出经络是什么了 嗯 那么经络的理论模型 大家看它是个盒子 盒有盒子的关系 啊 在一个经脉的命名方式 刚才也说了 它的标准命名方式 脏腑手朵阴阳 加精加直脉 嗯 有的时候加精 有的时候不加精 你看 在这个经脉片里边 它的命名是这样 嗯 它的命名 肺 手 太阴 直脉 精水也是这样命名的 荡腑 就是肺 手 太阴 之水 将军也是这样命名的 嗯 那么经脉的其他名著 在黄帝内疆当中 有的时候称血脉 有的时候经脉 有的时候脉 有的时候说经 有的时候说经水 等等混乱的名字 它说这些名字都被 这个 汉代之后 多次的这个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这个编串 整理 造成了一些混乱 混乱 嗯 再一个从经脉的治疗方法 翻证经络和经脉的区别 嗯 他说这个经脉的这个主要字 是谬次 谬次 在谬次那一篇当中 最后一句话 也是最后一句话 他说 他说了 就因射起皮肤 由血螺者 进去着 就是只要是在皮肤上 看到那些小血螺 啊 就可以刺开他 放血 刺血 刺 谬次之术也 这就是谬次 只要是在皮肤上 看着一下 小血螺 毛血腕扩张的小血螺 暗色的小血螺 就放血 刺血 嗯 再一个办法呢 再一个治疗方法呢 就是通过调剂 补歇的手法 间接的活血 化鱼 那么第四个呢 是直接的吃血脉 嗯 第五个呢 就是通过中药 活血化鱼 经络的治疗方法 跟经脉的治疗方法 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四二经水 四二经经的中究量 我就不说了 时间原因我就不说了 这个中究第十六 十六条中究 我搞了十六条中究 现在看 就是人体的 红端板的解剖 学的中究 我们一直把 这一个 五体理论 五体皮脉结果肉 当成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五体理论 红端板的解剖 实际上除了五体之后 除了五体之外 还有很复杂的 解构 这在皇帝内经当中 非常清楚 我总结了一下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你看 皮部 我分了啊 皮部 经络 经脉 经脉 经水 经筋 形 肉 物质 就是微观物质 骨骨骨 骨隔 血尔 脏腑 这几项 这几项呢 他出现的这些名称 以皮部为例 它在这个皮部里面有什么 皮毛 透理 结 浮 悬浮 鬼门 汗口 膜 枝膏 出现了这些实体的结构 那么在经浪子里面 大家有可能不熟悉的 它出现了一个幽落 它叫幽落 幽落是一种特别的落 它说的是在四肢的末梢 在手指的末梢 那个地方有一种落非常特别 叫幽落 叫幽落 也就是说我们刺井穴 刺这个武术穴的时候 刺的是幽落 还有孙落 落 阳落 阴落 解落 精分 精别 精和 幽落 穴处 气脉 气道 气海 气街 精水 气经 等等 然后在经脉 这个 它里面的结构有什么 脉 血脉 血落 小罗脉 福落 孙落之脉 这个就是孙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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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它都带着脉 有的时候跟落 它是这样说的 这些结构是这样的 那么根据这个红端面上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建立起 人体的红端面上的结构 这对针就非常有用 这个根针找到哪儿 我们是找在皮 皮部的 叫福之 福之它说的就是在皮部上做的文章 皮之就是在皮部上做的文章 它这里边还有细骨 还有肉分 我画了这几个图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讲完了 这个讨论完了 跟大家讨论完了之后 我还要画一个PDF给大家 大家可以仔细看 下面出现问题了 如何理解经典中医学 有关经络的三张图仆 黄帝内经论述了三张图仆 大家记得三张图仆 第一是经脉的图仆 这个经脉的图仆 是经络 经水 经脉 单位一体的符合图仆 这图仆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仆啊 经脉的这个图仆啊 它是经络 它是十二经水 十二经脉 三位一体符合在一起的 这么一个图仆 不能够只谈血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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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医学家 把它称之为经脉呢 他在这个阴阳力和论来 他强调 这个十二经是重点 它具有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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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ne 但是在这个图仆当中 他又说 旧脉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血脉 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临床大夫 在我们治病的时候 能够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皮部的颜色的变化 看到那些小腹落 毛细胸管 能够看到 并且可以平脉 能够平脉 能够平脉 能够判断 人体的这个气血 力水 气血脏腹的 能够诊断 脉就像开门的 一个把手一样 因为他能看到 所以说 以经脉命名 经脉和经水 是看不到的 他没有颜色 所以说看不到 他命名的时候 他就不适应这个命名 皇帝内经 他这个脑子急转弯 他非常的智慧 他强调经 十二经的 是number one 但是他在命名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什么 我们能看到谁 就以谁来命名 经脉 是经脉经水 经脉 三位一体的一个图谱 那么经经图谱呢 经经图谱 它单独的了 它是第二个图谱 它是世界上 指的运动系统的 现在的话说 就是运动系统 它主要是指 是区体运动系统 我们做动作 跑步 运动 它主要是讲这个的 所以说 它这个图谱 有上面 有经络 经水 经外 差别比较大 所以说 单独的画了一张图谱 那么皮部是 刚才谈了十二经 现在要谈落 那么谈落是什么 皮部的图谱 现在皮部的图谱 这个皮部 皮部的图谱 是谈落的 落脉 它为什么要单独地画给我们一份图谱呢 是因为我们做针灸的时候 首先遇到的第一层 就是皮部 是我们针灸是最需要的 它里边那些落 脏腹里边那些落 它就不说了 你看不到它 所以说 它重点就介绍了皮部的落 这皮部的落 是我们能够利用的 是我们做针灸的 是我们做针灸 最有用的东西 所以说 它画了一个皮部的图谱 现在有三张图谱 这三张图谱 大家记住 这个图片 对照着皮部的 皮部里边的 这些器官 和中医 经典中医学 这些名词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好了 基本上就快结束了 第四部分就是解论 我们用一句话 中国古代医学家 依据的是 人体的宏观结构 这是一个方面 人体的宏观结构 就是解剖学结构 微观物质 生物仿生 为什么叫生物仿生 它是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证据 就是说生物胚胎法生 或者生物的进化的规律 人体建造的规律 或者真次的人体实验 古人做人体实验的 他没有什么 因为真次 他创伤非常小 给人体造不成什么 让你伤害 所以说他做人体实验 没有什么 不像现在所说的 那个人体实验 那么可怕 就要打一门一样 打上一门 还有副作用 科学家不知道 那个副作用是什么 所以要做临床实验 叫人体实验 我们现在这个真次 你就是在皮肤上涨一涨 它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所以说叫人体实验 再一个依据 再一个依据 就是针灸的临床的疗效 我们通过治病 来通过病理 这个方面提供证据 依据的这些事实和现象 它采用什么方法呢 采用阴阳天人合一 相数以理 取了笔相 等科学理论和方法 古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构建出经罗经本 经水经经 自不一体的经罗图仆 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篇子我们讲 为什么西医 为什么在西医学当中 现代理学当中 它没有经罗理论呢 它因为 因为什么 现代理学是没有 现代理学是没有 我找出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没有 是哪 是没有呢 西医学 西医学是没有 大家看一看 没合存在差异 西医学是没有 四项的东西没有 第一 它没有针刺 它没有针刺技术 它通常有过 它放弃了 它没再发展 它没再发展 你看看西医学 发展史当中 它这个治疗方法 针刺方法 它通常有过 但是它放弃了 它不做进一步的研究 它没有针刺的 治疗方法 它就谈不上 针灸的这个 治疗的理论 它没有 它又不能 它不会用针刺 做人体实验的 它又不会用针刺 去治病 第三个没有 它没有阴阳五行 天人合一 性数一离 求的笔相 这样的中国 基础中国特色的 古典科学理论和方法 它没有 它就构建不出 这样的理论了 认为 就是因为没有 次没有 所以说 在西医学当中 没有特别 适合于我们 针灸外治法的 理论模型 它没有 它这是个 领域性的空白 它这是个空白 现在第六部分 是鸣谢 感谢 感谢 牛中科学探索群 探索群的群主 李参辉博士 和全体同人 尤其感谢 其实我渡红的内疚 我渡了二十多遍 红的内疚 再一个 我要感谢 胡锥丛博士 胡锥丛博士 和傅格先生 他们向我提供了 若干的知识 提供了若干的知识 感谢他们 没有白天 没有黑夜的那样聊天 现在最后一部分 有讲问答 第一个问题 时间很长了 非常对不起 超过了24分钟了 为什么说 鸣络图仆 是鸣络 经脉 和经水 三味一体的图仆 为何 单独的 从经脉 把它称为经脉 这个图仆 叫鸣络 现在看看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大家好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 的答案 然后写在这个chat上 然后这边 大家输入以后 这个答案正确的 由我们关老师 来评定之后 然后评出 那个艺名 然后会获得 我们的50美金的奖券 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 然后答在我们的 这个chat上 我们有第一个答案 是张瑞娟医生 写的 说的是 答案是血脉 可见 请问郭老师 他这个答案正确吗 对 是因为血脉 我们 这就是 打眼一看 在皮肤表面 能看到 或者是能看到一些血脉 它就色和脉 颜色的改变 和脉相的改变 这个颜色的改变 也是皮肤颜色 这个就是那些腐弱 小毛细血管扩张的那些 毛细血管 它那个颜色的改变 一般我们放血都是 刺那个颜色暗的 那个毛细血管 把颜色暗的那些 剪开放血 这个就是通过脉相 判断 进行诊断 所以说血脉的价值 非常大 就是说 因为能看见 所以所以经脉 命令的 对 那个那正好就这个问题呢 那个 郭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 对 您其实讲了很多 这个经脉啊 经水啊 经别啊 经禄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经脉 和经的关系 那这边呢 我觉得您说三位一起 那脉 到底是什么呢 脉就是指 现在 现在说就是血管 脉是指的是 您在图中呢 说的是血管 血管B 对 是血管 这个道 对吧 是一个血的道 对 那 那为什么呢 您又说 说是 是血脉 因为血脉的话 应该是血 是道中的 这个液体 是血 它是一个流通物 对 所以说 那如果说 把这个称为经脉 称为血脉的话 这个概念 好像就会又 感觉又回到了 比较稳的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啊 它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经脉啊 是在经脉 支配下的 血脉 这样理解 经脉 那您说 经脉支配下的 那 还是回到这个 经脉 应该说是 经之脉 经之脉 如果经脉 支配下的血脉 这个好像 那就是脉 去支配这个脉 的概念 是这么理解吗 因为我觉得 好像脉 应该是一种 沟通 经这个脉 与这个外部的 这个人体 表面这个 结构的 这么一个 它是 脉是两端 脉是两端 就跟一个 打一个比方吧 就跟一张 鱼网一样 你知道那个 刚刚的一个主干 就是经 那个网 就是落 那 这个落 分布在皮肤 在皮肤 在皮肤的 所以在皮肤的 都是落 它是 刚才也说了 它 它这个 黄帝尼 就很有 说 就很有 一个名称 叫小罗脉 就是说 什么的 小的毛 气血管 再一个 就是 酸脉 就是 空大一点了 再大一点 叫罗脉 罗脉 是比较大的 叫 四五 四五大 它 这个是个 大小的 一个级别 的一个 关系 那这个是指的 外部是吗 还是 还是体 应该是体的 外部的 连接 它就是 分布在皮肤的 分布在皮肤的 那您说的 您说的 连接 连接两端 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经别 经别的概念 别是 什么关系呢 经别 别致的一个 大罗脉 还大 它就是一个 经卖之间的 一个交通之 相当于 现在一个 交通之 这个 落脉 落脉 它是不沟通的 经与经之间 是不沟通的 那我 我可不可以 这么联系 经别 经别是 经与经之间 这个红向连接 相当于一个交通之 大的交通之 那就是因为 刚才这样说 那个 其他的就是 水路和陆路 然后经别 可能就像空路 航空 这样跨过去了 你看这样 这样说吧 就是说 它那个 经别篇里面 它用利 和和 利开哪条经 和有哪条经 它就是说 从三阳经 利开三阳经 分支 三阳经三阳经 然后连接到 三阳经 它是这么 那 对 那刚才那个 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 那我 因为我们 我实际上也在读内经 因为我们也在 在讲内经课嘛 正好跟您探讨 那就说 在我们这边 就是我的这边 有一个 这种这种解读呢 是这样 说 经别呢 说是这样 实际上 经别是什么 和这个 是一个经脉的 一个内在 和内部脏气的 一个沟通 别是叫别之 正 别叫 之正经 它实际上是 正经的一个别 它没有在 经脉篇里边 去进行描述 单出一个别 那落呢 说是说是应该 您刚才说的这种 比如有落脉 这些 这些个是 跟您是意见 非常一致的 所以说 我觉得 那别的这个 好像没有讲 很多这个方面的东西 对 这个 你看那个 国内内经经别 骗他 一开始他就说 什么经 之正 对 之正经 实际上它是正经 别之正经 就是那个 中经 然后 它就是 别就是一个 分立 分立 它是立 立就是分开了 从那个中经 分开 一个分支 然后 它和有什么 叫六和 和有什么 就是连接什么 它正好出现一个什么 三阳经 从三阳经 分支 连接到三阴经 嗯 好 非常感谢您 那我下面 主段有主段的经 谢谢 谢谢 就是经说 刚才那个 第一个问题呢 它的这个正确答案呢 是在11点25分 由张桂娟老师 答对了 就是血脉可见 这个郭老师肯定了 这个答案 那祝贺你张桂娟 待会儿呢 由TCMZONE的这个董事长呢 温老板来给 讲完 讲完他的公司的这些药品以后呢 他会告诉你怎么去领奖 好不好 下面郭老师发第二个题吧 大家要快速答 不但要正确 还要快 皇帝内经哪一篇 转媒论述了提表之落 第二题 第二题 皇帝内经哪一篇章 专门论述了提表之落 请回答 请回答 我讲三个张图谱 在郭老师前面放过的三个图片当中 三个图谱 三个图谱当中 那个图谱呢 我已经发群里边了 大家翻一翻就能看到 这个题呢 有人答了吗 还没有 没有呢 大家去翻一翻 我们这个群 我把所有的那个 每张PPT都发在群里边了 应该是在最后那其中的几张 那实际上还有一张 我发到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了 如果您能打开的话 就能看到 这个题比较高难一点啊 至于哪个篇章 是林书啊 还是素问呢 我觉得好像是在林书里了 哪一章节呢 那我就再念一下这个题目啊 大家请把你的回答呢 用简单的语言 打在这个chat上 第二题是说 《黄帝内经》 哪一篇章 专门论述了 题表的乐 那这样 可以大家抢第二题 答案的时候呢 标明第二题 我们现在进行第三题 好不好 郭老师 我说一下好吗 是不是说 放到皮布里的那个 刚才郭老师说过那个 对 答对了 那您的微信啊 我姓杨 好我把你名字记下来啊 您答对了 恭喜了啊 您打在那个微信上 打在这个chat上 打上以后 然后就能看到您的名字 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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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 您姓杨 您姓啊 杨曾睿 杨曾辉 杨曾辉啊 曾睿 杨曾睿 杨老师好 感谢 祝贺你 待会儿我们待会儿再发讲 现在我们大家准备好 皮肚 现在我们大家准备好 郭老师 我们进入第三题 我说一句话 就是在皮肚当中 有一句话 他说 十二经 落脉 皮之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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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住了 皮之不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二经的落脉 分布在皮肚 十二经的落脉 分布在皮肚 第三题 大家准备好 除了人体解剖 结构知识以外 古代医学家 还依据了哪些领域的知识 来够 构化了 经络 为什么 现代吸引医学缺乏 特别适合于 针究外治法的知识和理论 郭老师 这个题 我知道答案 我不能说 我们大家开始抢答 这样吧 那个 郭艳 咱们呢 就是因为这个题目 是一个 要打字很快的 大家 谁抢答了 云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 这个是不是跟星医 没有针究 这个有关系 四五 对啊 他有四五 对啊 那您就答对了 这个我就给别人 你不能答对两遍 有人进来 我只答对一次 行 这就足够了 因为西医 他通常有针的疗法 但是他没有发展权 所以说他也不会 生产出相关的知识和理论 这是谁答的呀 这个霍华 我要把这个答案给华 华答对了 他说是无天人合一 没有整体 华你是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把麦克风打开 吴全熄 还在那打字呢 祝贺你啊 华 你是怎么说你的名字呢 给接下来发奖 中国 中国的华 你的名字叫什么 姓名 归姓 夜不变 他们已经到晚上了 很晚了 所以说他有人都休息了 那我们普通和你联系一下的话 张曼云 好了 记住了 好了 我们到时候到微信里找你去 这个药呀 不好发给你 从美国及中国 那本来是从中国过来的 再给你寄过去 好 这个三个题呢 感谢啊 今天感谢我们这个 郭松鹏老师啊 给我们这样 其实我呢 也不是很明白 这个金金金麦 但我今天我确实是明白了 我觉得我认为我是明白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那么你作为一个针灸师 中医师的话 如果你不懂这个的话 我们怎么去扎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 很好 我们现在请这个 我们这个 请 我们先请 郭老师能再留置一会儿 我们先请这个 TCMZone的这个 温老板 给大家做一下 他公司的产品介绍 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 不验证的话 我刚才看还有一些问题 再请那个赞 再留在这里 大家要是有时候 还有一些别的安排 去安排好吧 那么温老板 你请 好 谢谢梁老师 有没有看到我的 我的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我都可以看到 加倍速度 太好太好 非常感谢 今天讲这太精彩了 我坐在这里 我是搞中药的 中医的 所以呢 这个针灸这一块 是补了个大课 非常感谢 大家一定也是很 很高兴 有这么样的机会 我呢就抓紧 把我们公司的情况 跟大家做一个简介 上次呢 讲了一部分 因为很多人掉线了 今天我又看到很多是新的参加者 那么我们今天就还是介绍一下公司情况 TCM用的是美国最早独家代理的日本汉方药系列 我们最早2000年开始的 那么日本汉方药系列在我们的是 等于说日本以外的 全球我们是唯一的在做这个储方药的汉方药 那么最早呢 我们也把小财富汤通过FDA的批准 在纽约的那个Sloan Catherine Cancer Center 完成了完成了这个Hepytitis C的这个二性临床试验 TCM用的同时呢 也是美国很多大的这个针灸医学院 针灸学院 包括我们最大的太平洋东方医学院 这个PICOM 我们的毒鸭提供商 我们的产品呢 已经呢 全面覆盖了美国的这个专业的 这种分销商网络 像Emerson Ecologics 像LASA 大家可能很多 在美国的 我看到这里面群里面很多 美国以外的医生 可能不太熟悉 像LASA呀Emerson啊 像这个这个这个 Golden Needle啊 都是我们的代理商 那么我们呢 是首家进入美国大型医院的中药品牌 我们是在2018年进入这个 克里富兰医学中心 中药 这是我们最早进入 作为一个中药的服方 我们TCM中的服方系列 在Clivalent Clinic 在做 我们在做它的提供商 十年来了 我们也是在做 线上线下的继续教育讲座 线上网上的继续教育讲座 我们现在的统计有 加在一起有六千多人次 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我们还有在中国的 很active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培训 带领这个美国的针灸医生 去国内做针灸的这个临床 那么我们今年呢 是完成了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搬家 所以我们TCM中的仓储中心呢 在Phoenix Arizona这里 已经在已经已经落地非常非常功能啊 空间呀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是为了迎接 中药发展一个下一个循环的一个大的循环 我们做好了准备 产品上面呢 大家很多在座的可能都已经了解 我们基本的产品线呢 就是我们这个TCM中品牌的 这个多机型的浮方系列和 双机型的单位要颗粒机系列 多机型的浮方系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120个浮方 常用浮方 我们都把它做成了三种机型 全部都是三种机型 100克瓶装的 小袋装的颗粒 还有这个胶囊的 Vegicab 所以呢你基本上在病人的那里 他没有理由不吃中药了 你最多了不起 让他吃胶囊就好了 单位要配方颗粒这块呢 我们也是有两个机型 有三百多个品种 日本浮方药是 外观看起来是长这个样子 小台湖汤的就是这样 小袋装 我们呢是日本海外的 唯一的这个医疗用的日本浮方药 我们是唯一的这个 作为这个推广商 这个已经做了有将近有20年了 我们今天想重点介绍一下 就是最近我们疫情都在全球各地 这不是美国了 全球各地都在 都在popping up 所以我想也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抗疫的品种 一些产品 去年我们launch的这个 加位预分颗粒 这是我们有特点 小袋装的加位预分颗粒 那我们把那这个武汉的二号方啊 武汉的二号的预分方 他把它的全原方 原始的这个配方的这个比例 按照合间的方法 做了专门的特制 对美国市场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 非常好用 口感呀 这个包装啊 携带呀 都是非常方便 我们还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产品 就是热桌宁 热桌宁 很多人可能了解 国内的这个抗疫的这个发展过程 过去开始啊 过去在 呃 国内这个 呃 这个 COVID的这个 指导方案里面 大概前几期 国家的指导方案里面 这个热桌宁注射业 都是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呢 就根据这个呢 就把热桌宁注射业呢 做了个改装 当然注射业是没法拿到美国 没有拿到海外来发展 所以你去做 做临床这个 去申请新药 那么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软胶囊 这个软胶囊的特点就是吸收 它的Bioavailability 所谓的我们叫的生物利用度呢 很高 你拿吃进去以后呢 它的吸收会会非常快 我们做的比较 就是它比传统的丸剂 它的生物利用度要高四倍 所以我们把热桌宁 作为了一个重点产品 做了改造 热桌宁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青蒿 金银花 质子就这三个药 非常简单 大家可能一看也就懂了 对吧 那我们 最后一张片子给大家看 就是热桌宁注射业 这个注射业当然和我们口服的这个 软胶囊还是不能完全类比的 但是呢 可以做个推论吧 就是我们热桌宁的软胶囊 是基于国内的热桌宁注射业的 这个临床实验研究 过去的十年 每年都有几篇文章发表 2015年达到了14篇文章 看我们这下面这个文章的标题 这个热桌宁注射业 对这个 对这个急性的肺的这个 肺的炎症 对这个 急性的肺的损伤 对这个季节性的 influenza influenza的流感 还有这个severe的这个 pneumonia肺炎都有它的疗效 这些研究在正规的医学杂志上发表 所以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一个热毒 病治的一个中药方子 我们现在呢 把它作为软胶囊推向市场 反应不错 大家可以试试 我们今天跟大家 刚才答对的那三位医生呢 请跟我们在群里面联络 我们跟大家的奖励是 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呢 我们觉得应该这个讲 这个这个论坛 梁医生这个论坛 是非常非常值得支持的一个论坛 那我们今天的奖项呢 是设了三个 每个奖者 每个获奖者呢 我们给四盒 加微一瓶红颗粒免费 我们发到 美国境内的 或国内的级表 美国境内的医生 如果获奖的话 我们免费寄四盒给您 作为今天的奖励 价值51块钱 按照 wholesale价格来算的话 我答应一下 我答应一下 刚才三位中奖者 有一位是中国的 我们再联系 再想想办法 怎么来奖励你 其他两位主动 加这个温吉普 在我的群里面 你能找到他的头像 温吉普 或者还有一个TCMZONE的代表 他叫什么名字 球老师是吧 对 他那个仇恨是仇 但是读求 你主动去加球老师吧 因为温吉普太忙了 加到他以后联系 你说我是在哪天哪天 这个中奖的 我都有记录 一个是张桂娟老师 张桂娟老师 一个是杨尊瑞老师 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的张曼云 中国的张曼云 我们会记下来 我们想一想办法 怎么来感谢您 那么您再继续讲 20% 最后一张 就是我们这个周末 长周末 美国的劳工节 我们再跟大家广告一下 海外的美国以外的 可能没有这大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有个 特别特别的优惠 就在大家可以列到这里 看我们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重要 我们有不同档次的折扣 所以我把这个情况 给到这里 发到群里 好 谢谢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梁云星 感谢温老板 这个温老板还是非常慷慨的 你要是一千块钱 大家其实都有的 就是百分之三十 那几乎就是到了底线了 就没得赚了 那个什么 那谢谢温老板 这个高业 高业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群友 今天高达到一百名 我才意识到呢 是的 我才意识到 我这个ZOM 只有一百名 其实还有人进不来了 我都要赶快 要加钱 把这个ZOM再扩大 这次这个 所以说这个 郭老师的这个讲座 还是有很多人 要来听的 非常感谢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医师 问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 交给高业主持 让他来一个一个问题 来回答一下 念一遍 让高老师给解答一下 好不好 我们回去 回到这个聊天 有好多问题 非常非常好 好 那个 确实是 我也听得很入神 而且做了很多笔记 我觉得非常难得 今天在这边来讨论 那实际上 我们今天那个讲座呢 就是已经超时了 如果大家呢 有兴趣 还那个 继续参加呢 欢迎大家去留下来 我们继续那个 由我们郭老师来进行回答问题 那如果大家 那个有其他的事情 那个这个会议呢 大家就可以 那个离开会议室 那我们下面呢 来问一些问题吧 我看看后边 都有了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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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有了 那我现在问 第一个问题 说请问郭教授 您认为在您的研究中 三交现在被认为 是全身的游网 三交是不是连接的 各个经脉 经济 经水的网呢 它是这样 三交是对 取体啊 对取体的 三个部位的化分 取体就是取干 取干这一方 它不包括四肢 它不包括四肢 所以说三交 它是一个 经济是一个 一个部位的化分 部位的化分 而已 它不能够入选 它不符合 经浪的四条标准 至少它不是 它不能够全身飞步 它不能够全身飞步 也不是无处不在 三交它的无处不在 是吧 那郭老师是不是说三交是代表三个腔系 而不是说肢体 那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课题探讨 谢谢 那我们到下 到下一个 下一个 我看看啊 把这回答问题略过去 比较经水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讲过了 我们就不在这回答了 人体的化分这也讲过了 对 我要声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 我今天讲的 把它落地在人体的这个解剖解构上 并不等于说 这个人体的解剖解构 能够解释经络 全部的解释经络 它这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能够落地在那上面 并不是事的关系 就是你是我 我是你 不是那种关系 它是证据之一 换句话说是 现代解剖生理学 可以联系到 可以联系到的一部分 对对对 真正的经络 经络的实质 还有在更进一步的研究 在您的这个技术上 它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方向性上 在这个方向上 大体就有某个方向了 经络就是神经系统 这是最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神经不等于神经科学 西医的神经科学 不是 神经科学跟神经是两回事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由 您打过了 已经 这是您打的 对 这个有问TCM zone TCM zone的问题 温老师 温老师还在吗 温老师 已经下线了吧 下线了 那么 非常感谢 郭老师提纲协理 谢谢梁老师精心组织 谢谢 谢谢